不好意思 你不要說話宣傳 飾演前期的山口智子 現身牧村拓哉的新劇 BG博命保鑰 讓觀眾好感動 因為這是兩人睽違22年後 再次合作 他人也很優秀 詳細話也不會 山口智子在最新一集尾聲亮相 預告下一集還會有他的戲份 兩人再度合作 演的是離婚夫妻 難免讓影迷懷念 22年前他們在長假裡 談戀愛的模樣 牧村拓哉和山口智子 在1996年的日劇長假 大談浪漫戀情 收視率超高 大結局收視率更標迫36% 這部戲讓牧村拓哉一炮而紅 不過最新一集的BG博命保鑰 收視率從上集的14% 上升到14.8% 增加了0.8%被網友指出 可能是靠山口智子 衝高的 因為日本雜誌 周刊文春公布的 故人怨男星票選中 他再度稱王 蟬聯四年冠軍 網友直批他的演技 多年來一成不變 還給人自以為是的高傲感 讓人難以認同 他前年在SMAP 鬧出解散風波後 序劉傑尼斯事務所和 背叛者畫上等號 顯然昔日的天王 已經面臨人氣大危機 TVB的新聞陳如環 劉宇欽綜合報導